而在每年4月份开始台湾进入防汛期 各乡镇公所也都陆续展开防汛演练 但此刻的花莲是列为全国疫情高风险区 因此花莲光复乡今天下午的防汛演练中 除了是防汛也防疫 确保参演人员的健康安全 下午2点光复乡公所在马泰安西上游 右岸堤防道路办理年度防汛演练 参演单位各司其职 不论是在害通报、提防、抢险及工法操作 保全户预防性撤离安置 物资的整备、各项环节都不马虎 另外光复消防队也结合一销 共同进行救灾救难人员受困演练 过程惊险也赢得现场掌声肯定 台湾进入防汛其各乡村公所 也陆续展开防汛救灾演练 光复乡公所也在今天下午办理 而担任防汛演练总指挥官的 乡长林清水强调演习是同作战 除了紧盯13项的演练项目 对现场防疫更是不敢掉以轻心 因为这样演练最主要目的就是说 我们联合各计 各防灾的单位 碰到灾情的时候 怎么去联合运作互相来支援 这是我们最重要 另外当然就是我们训练 我们这些救灾人员 他们加强的防灾防汛的能力 群聚传染 确保每一位参演人员的健康安全 记者是日蓝光复采访报导